红尺都很重 红尺也要没 给过去给我们来 自己来问吧 给不给我们来 你也过去讲 给不来 当然我们五六人 就是就是 运气都感觉都 给我们回去 我们的帮 红尼红尼 等不出 我们就出来了 出来了 在这红尺一级 他都吃 他都要复活 这个燕鸣正身了吧 任他爸不是市长 那是说 他不可能说过 我爸是市长吗 可也未必 就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贸任 贸任爹 贸任爹 我是没有见过 但是贸任侄子的 我亲眼得见一回 还就是在北京 这个谁来这 都嫌官小的 北京 我亲眼见到 真有敢 敢干这个的 我们几个朋友 在这个一个 一个酒店的 这个大堂里边 在喝酒 然后呢 我们同行的 有一位这个小姐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 哥们的女朋友 去趟洗手间 回来之后 就有一个醉汉 胖吃喝喝的 就追着他 就是这个骚扰 所以就是 在这纠缠 到后来 发生冲突 我们都报警 这个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您猜这位 全酒吧的人 都听得见 他我是谁谁谁的侄子 我是谁谁谁的侄子 说他是一个 高级领导人的侄子 而且还竟然敢 大概也是借点酒劲吧 敢这个推赏 这个警察 要说咱这首都警察 也真是这个 推没还手 骂没还口 挺礼貌的 把他带走了 后来我们听说 一到橘子里 就怂了 什么谁谁谁的侄子 他就是一个在外头 留学回国来 这个修个假 度个假的 这么一国人 你知道吗 而且来的时候 也是一辆大奔来的 到后来也查出来了 这辆大奔 是他在北京 这个抖操耍派的 租来的大奔 而且租的还是个套牌 这整个从头到尾 一个假货 所以你看 我亲眼碰到过这样的事 但是当然咱这个说远了 再说回来 马文聪这个小伙子 现场究竟有没有说过 他爸是市长 这个到后来警方说了 完全是子虚无有 说没有无中生有 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个群众有人怀疑 可是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证据 也没有目击者 也没有耳机者 说听见他说他爸是市长 所以按照一罪从无的原则 我们自当 他应该是没有说过 对吗 而且 不仅他没说过 说小女友有没有说过 他爸是市长 说小女友也没说过 而且小女友 不是说是电台女主持 这我待会再跟你说 现在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很多人奋机的这张照片 是怎么回事 警方的解释 我读给你听 警方原话说 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他们还不清楚 不过一般看守嫌疑人的 是邪警 就是说带着警察两字钢盔 搭着他肩膀的 是邪警 不是民警 怕抬着头 激起群众的愤怒 后来警方特意要求 马文聪低下他高昂的头 至于马文聪那小女友 警方专门调查了 不是什么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不是我的女同行 而是比主持人更高尚的职业 什么呢 服装店的营业员 他的父亲在半年前出国 母亲无业在家 19日下午 温州路程警方表示 新检测 马文聪的酒精浓度为零 也没有吸食毒品 以涉嫌故意伤害罪 马文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这小马哥 他比台湾那小马哥 可太不会表演了 这小马哥 最让人搓火的还有一件事 就是面对愤怒的群众 你压了人 打了小女孩 你竟然还敢笑 露出笑容吗 不是拍着了 而且笑了一次 你竟然还敢二笑 你还想三笑吗 这该当何罪 可是真要论断罪的时候 这个笑容 它是一个感性的信息 它背后是什么 咱们公平的讲 也可以有几种解释 一个 像现场那种火上浇油 群众当时感觉的就是你傲慢 你不在乎 可是 是不是也可以有别的解释 比方说 有些时候咱们都有这个体会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不一定能掌握住自己脸上的表情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 人太紧张了的时候 有时候反而不惊 会反笑 有的时候 这个面部神经 他乱七八糟的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 有些人 他天生就是个笑模样 这种人也见过 他不管什么时候 他一说话 他嘴角 他就扯 这方面 有一位曾经引起全体香港市民万丈怒火的 那还是一个总统 菲律宾总统 阿基诺三世 所以说您要当心控制这个笑容 你知道吧 当年菲律宾 马尼拉街头 门多萨 劫持香港大巴 枪杀香港游客 你菲律宾明明就是处置不利 应对不利 可是 后来阿基诺三世 作为总统 非但不道歉 而且还在新闻发布会上 谈到这个事情 居然露出笑脸 露出笑容 当时这家伙几百万香港市民看的那可真是人神共愤 声讨他 以至于他最后 也不得不出来解释 说 我这个人 就是这么个模样 很悲催 就是我开心的时候 我笑 说 我愤怒的时候 我也会笑 这年我怎么办 说我的笑 是表达了我当时的愤怒 咱们不如带着笑 也看一看 当年 阿基诺三世 他在那样一个 悲哀的时刻 他是 是怎么表达他的愤怒的 我看这笑脸三世 我想起来 这阿基诺三世 他可也是二世祖 他也是二代 而且 真的他爹把命都拼出去了 他爹阿基诺 这当年被菲律宾独裁者马克思暗杀的 他妈妈 阿基诺夫人 做了总统 他是什么二代 他是总统二代 所以你看 有二代 就有一代 就像有儿子就有老爹 这玩意还真是不光中国人靠爹 到哪 你都得有个爹 那再废话 你像最近大家就爱聊这个富与子 京城四少成了热门话题 最近这一个礼拜 几乎人人都在聊这京城四少 这京城四少 你看他们讲的挺好玩 说你看他们的姓氏 恰巧都很像 汪汪汪汪都带汪 所以人家讲笑话 现在是当爹要姓李 生儿就姓王 所以你看就跟这个姓氏 这有关系 其实京城四少 您就别再聊了 这聊的都没有什么内容了 我再跟您说 现在聊的更欢的 是民间评出了四大名爹 您知道哪四爹吗 有两位 这个也不用说 您也很熟了 都姓李 另外两位 严格说来是有争议的 因为 一位 严格说来 您也闹不清 他是亲爹 还不是亲爹 甚至连这个人的身份 到底是谁 也不是很清楚 只是听说他是郭美美的干爹 还有一位 亲爹倒是没问题的 卢美美的亲爹 但是这个亲爹的争议点 是说他到底是正是邪 人们还在辨别 中国人的关系 太复杂了 让咱们努力去辨别 我昨天我把我儿子骂了一塌的 我昨天我昨天晚上在拍摄的时候我就打他 我这确实我们的工作确实忙 忙碌以后呢 把这个小孩做一个保姆 保姆什么都让他让他 确实小孩这个观影 确实是不好 这是我们 我原来没让我还 我什么 我心里咽非常的不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